接下來這個問題是一個題組 他問到的是甲乙丙丁這四種原子 他給你了直指數跟中指數 他要問你的問題分四題 第一個問題他要說 這甲乙丙丁四者含有相同的化學性質的是誰 那這邊提醒同學一下 化學性質是由誰決定的 其實是由電子數決定 因為電子數會影響它的電子排列情形 那電子數就會影響到它的化學性質 所以其實我們要看的是電子數 那這裡面只有給你直指中指 那電子數我們自己把它生出來 電子數 那電子數我們來看一下 直指它是帶正電的 那電中性的原子來說電子是帶負電的 所以理論上你今天有幾個直指就會有幾個中指 所以這裡八個 這裡八個 九個 十一個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兩個會擁有相同電子數的就是甲跟乙這兩個元素 所以第一個小題我們要選的是甲乙 A選項 再來 甲二負 丙負跟丁正 這三個變成離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寫在這邊好了 甲二負 好那我們一樣四個都寫好 一不變嘛 那丙變成負一架 丙是負一架 丁是正一架 好這個時候我們把它的電子數寫出來 電子數我們寫在這裡 電子數 因為我們一直要判斷電子數 好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電子數來看的話呢 原來的電子數甲是八個 現在我二負的時候 二負的時候是怎麼樣 多得了兩個電子 所以八加二就會是十 那乙呢 乙不變 八個還是八個 丙負一架就是多得了一個電子 原來九 九多得了一個加一個 所以是十 丁呢 是十一 要少一個 因為我現在是正一架的離子 正一架的離子 所以少了一個電子 十一減掉一就是十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幾個離子的電子數列出來 所以它會問你說這三個離子哪一個性質會相同 那很明顯就是電子數會相同 所以第二個小題我們要選的是豬選項 好再來它會問的是哪一種離子最穩定 好這時候呢 這裡有好幾個離子 甲 惡症 乙 然後丙負一架 丁惡症 這時候你要注意一下喔 呃 這時候它改成的是 第三個小題它改成的是 甲 惡症 乙 丙負一架 然後丁是正二架 跟前面不一樣 這個判斷部分是第二小題 這第三個小題 好那一樣我們再把它的電子數給寫出來 好那按照剛剛的邏輯我們再算一次 甲惡症就是甲要失去兩個電子 原來是八個 八個再扣兩個就是六個 那乙呢 乙就是原來的八個 丙呢 9再加1 10個 丁是惡症 惡症要少兩個 所以就是 9 11再減掉兩個 就是9個 好那這時候你要注意一下喔 我們要跟 惡性氣體一樣多電子數才會穩定 所以 亥的部分 是兩個電子 亥的部分是兩個電子 然後 奶的部分是十個電子 然後 亞的部分是十八個電子 好那這裡面有出現哪一個跟惡性氣體一樣 就是丙負一架 好所以 第三個小題 我們要選擇的就是丙負一架 C選項 OK 好第四個小題 好 甲可以跟誰形成離子化合物 好 甲的部分這時候我們先不要看二三小題 我們回歸到 一開始最原始的原始的狀態 甲的部分 好我們就這樣來看 好畫一下線 甲的部分 它的值指數是八 所以我在排列的時候 K L M 怎麼排 2 然後呢 還有六個要填 所以第二層填了六個 所以 我的甲其實很容易會多得兩個電子 多得兩個電子 進來 所以會變成 甲 2 這個離子就是穩定 這時候我的甲2 它的電子排列情形就是 2 8 好 那 那接下來哪一個會容易跟它形成穩定的離子 那就是要找一個容易形成陽離子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陰離子 那誰容易形成陽離子 好 那這時候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哪一個會容易會失去電子 是不是丁有這個潛力 丁有11個電子 好我寫給各位看 丁有11個電子 所以我在排列的時候是2 8 10個 1 對不對 所以我這時候我最外層的這個電子很容易會失去 失去一個電子 就會變成 丁 正1架 好這時候我的電子排列會變2 8 也是穩定的 這時候 陽離子跟陰離子就可以結合 所以這裡面可以形成穩定離子化合物 有潛力的就是甲 跟誰 跟丁 所以我們要選的是豬 好所以那這四個問題我們都解答囉 好